最深刻的是哪一場 最深刻的那一場 其實最深刻的那一場 應該是在拉麵店 因為最後 我講來講去 那句對白也講得不好 在拉麵店那一場戲我只有兩句對白 故事問我 你有沒有聽到的? 然後第二句就是 你真的可以 雖然只有兩句對白 但其實整場戲包含了很多意思 其實我終於釋懷了 我以為 我老公是接受不了整容 所以其實那一場戲雖然只有兩句對白 但其實不是那麼容易做 我自己覺得 導演是很有心思的 編排那一場戲是我和故事的最後一場戲 還有充能 當成充能 很難忘 因為都很大膽 都叫做好像暴著沙 但我想問一下 譬如這位男觀眾 你記不記得支持沖浪那場戲的內容 講些甚麼 你記不記得的? 講甚麼 你是不是第一次看 你是甚麼時候看的? 第三次看的 我們問大部分的男觀眾 第一次看完聊天 聊天 我知道 媽媽剛才見到雪櫃裡 是拿了些東西出來的 是呀 是呀 不記得的 是呀 很多人都不記得的 我是甚麼 雪糕 留念我啦 哪製作為留念出來的 是呀 完全沒有留心 很溫心 很溫心 就算甚至有點溫心 妳進來 好 我今天是拍酵